好 大家早安 好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 我们这一季的系列都叫什么是什么 就是重新再回到一些 看下面一下它写经典重现 就是我们的信仰的基本基础是什么 我觉得这是我们常常要再去回到那个源头的 不是说我们要靠很多的技巧来更多认识神 或者用很多的方法来呈现我是一个比较好的基督徒 其实最重要我们都是回到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基础 那今天要分享的叫什么是靠主得胜 光看这四个字靠主得胜 大家都满想要对不对 想要靠主得胜会一下说 但是什么是得胜怎么样靠主 就很多我最常被问到就是什么叫做倚靠 因为它是一个很抽象的词 当然你可以很具象的把它做出来 假设现在你旁边的人可以靠你靠在他身上 这就是倚靠 但是神看不到摸不到 你要怎么靠着他呢 如果你现在做一个倚靠的动作对于空气 或者你走在路上你说我好想要倚靠神 这时候你就做了一个倚靠的动作 应该路上的人都会觉得你有点奇怪 对 因为他看不到摸不着 那怎么样来帮助我们 什么叫做倚靠 就什么叫做得胜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经文 我们先一起来念 罗马书第八章37节请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我们再多念几次请 然而靠着那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 因为很重我们再念一次请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在罗马书八章37节 虽然有时候我们都只会有一段的经文 但是鼓励大家回去我们 或者等一下我也会带大家看一下上下文 有时候这个经文它一个完整的意涵 其实就是透过这个它的前后文来彰显 比如说像这一段经文里头它写到兰儿 兰儿这个词就是有一个翻转 有一个跟后面的景况是不太一样的 兰儿不管 它这里其实要指的就是兰儿不管你在什么样的景况里 可能这个兰儿代表着你现在正在一个患难里头 一个困苦当中一个不舒服的境界里 但是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那这一切是指的是什么事 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 因为我没有打在上面 但一样我等一下可以念给大家听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帮我翻开罗马书第八章 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三十一节 三十一节 我们要在哪一切事上得胜有余 第八章第三十一节 那我来念大家来看 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 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重能舍了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第三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 有神称他们为义了 三十四谁能定他们的罪呢 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 而且从死里复活 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第三五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吗 是困苦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 是赤身肉体吗 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如今上所记 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 人看我们如江仔的羊 然后就是三十七我们在一起念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所以我刚念了哪几件事情 从三十一开始 神若帮助谁能抵挡 所以这些事上我们在什么事上要得胜有余 第一件事是可能有些人在抵挡我们的事上 第二个他这里说谁能控告 所以在一些控告的事上你可能是自我的控告 你可能是别人的控告 但别人控告比较像是第三个 第三个四他说谁能定我们的罪呢 而最后一个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所以凡是我们被抵挡 凡是我们控告 凡是我们被定罪 凡是任何事情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在这一些事上 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要得胜有余 所以从这段经文里头看 你要先了解是什么事上 其实这已经涵盖了几乎所有的 更重要的就是要帮助我们 不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 而我们可以得胜 他这里有讲是靠着 靠着 这里特别强调是一个什么样的主 因为主爱你 所以你靠着的是主的爱 靠着主的爱 我们要在刚刚我所提到的这一切事上 得胜有余 得胜还不止还要有余 意思就我不是只是 哦好 好像OK了 顺利通过而已 它是要让你是更加的是活出那个丰盛来的 所以其实这在段经文里面 非常的宝贵 他告诉我们 我们要在哪一切事上得胜 在一切的事上 而且这些事上是哪些事 他已经告诉了我们 而且我们能倚靠的是那一位爱我们的主 他有告诉我们哦 是爱我们的主 所以神爱你 他以乐意为你来成就一切 并且他不是只是让你得胜 他还要让你有余 那讲得这么好 大家一定都很想要啊 那如果这么赞 那我的生命现在如果完全照这段经文而活 我应该在很多事上 不管在我的职场 在我的家庭 在我的个性 在我许许多多 在我的服饰 在哪里 我应该都是充满了喜的 因为我是得胜有余的 但我们可以看见大部分的基督徒 包含我 我大部分都是属于没有得胜 不只是没有有余 还没有得胜 甚至还蛮困苦的 好像有时候都必须到一个地步 我抓紧神 才能稍稍的经历 什么叫做得胜 那为什么这么好 可是我们却活不出这样的一个生命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我们通常会有几个迷思 第一个是 有些人是会觉得说 就像很多人 你邀他来教会 他觉得教会是给软弱的人去的 有问题的人才会去 我啥都好 我什么都可以 我不用 他会觉得 不需要啦 不需要靠着神啦 我也不需要 不用啊 然后再来呢 我不配 有些人 特别是很多的基督徒 已经认识神了 但是呢 常常都觉得 我不能 我不够 我不配 他就是在那些控告的里头 在那些定罪的里面 再来是不能 就是一种放弃 没有盼望 这件事情已经烂到底了 这件事情是绝望的 是不可能带来改变的 所以我也不需要倚靠主 不用麻烦主了 这点小事 这件事主来也都没有用 所以可能会有这几种的心态 以至于我们就不愿意去靠着主来得胜 甚至在喊严的 比如说像刚刚 我今天特别喜欢那个第三首 他说什么 主你是我唯一的爱 我唱完我就心想住 我真的没用 你不是 你可能是老五老六老七老八 我还有别的爱 当主我 帮助我 带领我 我们很多时候都知道 圣经在告诉我什么 上礼拜提到什么是敬拜 在上礼拜提到 什么是福音吗 还什么 什么是相信耶稣 我们都知道 这里都知道 不是有一句广告词说什么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 我在那里面前你不知道我爱你 但我觉得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就是 你要把你从这里知道的事情 转化成这里 真的相信他 他其实很短耶 这个距离真的不长 如果你可以预估一下 大概就几公分 但是有多少人都只停留在这里 连我们自己在认识神 也都停在这里 因为停在这里 所以很容易遇到一些困难 或一些挑战 我们就不需要这份信仰 我们就不需要这个神了 因为我觉得 这个应该是假的 这个可能是没有的 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 怎么样去脱离这些的迷思 然后让我们可以从一些错误的 一些方法 或者一些错误的心态里面出来 所以我们来看 为什么我们不愿意靠主得胜 刚刚提到的就是因为这些迷思 所以第一个要讲到的就是怀疑 怀疑不信上帝 我要先讲 不是说我们信了之后 是完全不会怀疑的 不可能 你会怀疑吗 会吧 我就说我记得有一次 我不知道我没有在这里分享过 就当了传道人 当了师弟 虽然我看起来只有18岁 但其实我已经出道20几年了 我大学毕业之后 我就所谓出道就是我就当传道人了 所以我整个服饰的历程很长 我记得在服饰不知道第十年 第十几年的时候 有一天我突然间站在街头 可是我突然间有点醒 也不是醒悟过来 我就看着车水马龙 然后看着大家 就是好像在忙碌着世界 很多的事情这样 我站着的时候我突然间 突然间意识一件事情 我是第四代基督徒 我大学毕业就服饰 我其实从小几乎就是跟教会绑在一起 什么都是教会 什么都是教会 我大学基本上也没有大学生活 我是一个礼拜五 在学校带大学团契 然后礼拜六去教会带青少年辅导 礼拜天在教会当儿童主持学的老师 所以我没有什么连 什么几乎都没有过 所以我的生活从小到大 其实是跟别人有一些不一样的 但我不知道那一天我怎么突然间 站在一个车水马龙 然后看着大家在逛街干嘛 我是可以逛街的 我先讲我没有过得很怎样 但是我只是突然间有一个想法 说主 你最好是真的 不然我觉得我这一生就是个北齐 就是做了很多事情 然后突然间发现 这些都是假的 那我的人生到底是个什么 就像以前 小叮当的腾子波熊 他没有写到结局 他就死了 于是很多人就写了很多结局 其中最烂的一个结局就是 那个大雄是个精神病患 你可以想象你的童年吗 如果大雄真的是一个精神病患 那我们的童年是什么 有看过小叮当吗 有吧 你想要这个结局吗 最后你发现 小叮当是个精神病患 那我们看他的人 我们也是精神病患 所以我那天就 就已经到牧师了 然后我就站在那个街头说 主 你可以跟我讲一下话吗 拜托我只要知道你是真的 不然我觉得我这一生活到三十几年 我人生已经全部都是神 都是教会 你要是假的 我真的就觉得我是个北七家 那你猜是有没有讲话 有啦 感谢主他说讲话 但他讲得也蛮好笑的 我本来是期待他突然间 就一个大光照耀 我也要像保罗一样住 然后就说孩子我是真的 没有 我就突然间有个意识 然后感觉到神用意念跟我说话 神就说 你不用担心啊 前面有这么多的白痴 也不只有你一个 他都讲话了嘛 虽然他讲得很好笑 那还是表示他是真的 而且他还说 前面那些白痴还为我牺牲生命 你还没有哦 那所以你是真的 我都还会怀疑 当我遇到了困难 当我遇到一个 我真的越不过去 往人生的一个关卡的时候 我也会 我甚至会觉得说 搞不好 就是 可能不是 就是我可能 不是那么相信 圣经里面可以分开 圣经里面我们看到 有各样的神经启示 但是我是否真的相信 因为我没经历到 我只有看到 那 我 其实很多时候 也都是会有在这样的一个 怀疑的过程里面 但是 在这里哦 这里哦 我们就提到有一个例子 在那个四世纪的六章十五节 就是积淀 积淀是四世的一个 那个时候四世纪里面 是他们没有亡任意妄为的时候 所以呢 他们就随从佳然能去拜偶像 所以四世纪的混乱就混乱在于 它是一个不断的一个恶的循环 什么叫恶的循环 就是以色列人忘记了耶和华去拜偶像 这时候他们就被敌人给挟制受苦害 于是呢 他们就又有人呼求神 神就兴起了赤施 来帮助他们脱离这些敌人 于是他们那一阵子就又开始恢复敬拜神 但过了不久 他们又开始离弃神 于是又被敌国 就是一个在这样一个不断的一个循环里面 那其中有个世事 他就叫积淀 那时候神呼召他要来 兴起打敌人的时候 他不是说 主太棒了 我正在等这时刻 万能的天神啊 求你赐给我神奇的力量 没有 他上面是回答说 主啊 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家呢 以色列人呢 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 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 而且他也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事件 就是他为了要再一次的确认神 你真的有呼召我 他就祷告 买了一坨羊毛 然后呢 他就说 因为早上会有入水 他就说羊毛变湿 但是呢 他放着的那个地都是干的 然后神真的这样做了 然后第二次他就说 那接下来是羊毛是干的 然后地上都是湿的 他问了那么多遍 就是他一直的不断的 在证明一件事 他真的不太相信 他其实是很怀疑的 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 然后于是 但感谢神 他至少还在一直跟神对话里头 但是如果我们在 我们遇到困境 患难之时 我们的怀疑 选择的是放弃 那你就没有办法 去靠主得胜 所以当你的生命里面 经历到要主得胜的时刻的时候 会怀疑跟旁边说 是正常的 但是 不要只停留在怀疑这个阶段 不要只停留在怀疑这个阶段 我相信在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了各样的神迹 其实会 但是他还在跟神对话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第一个 当我拦住我们 不能靠主得胜的 一个事情 就是怀疑 但是你会怀疑是正常的 这时候你需要的是 来到主的面前 你的怀疑都跟主说 我在圣经里面就很喜欢 在新约里面 有一个祷告 有一个 有一个人 然后他来到耶稣的面前 是求他的孩子的医治 然后呢 耶稣就问他说 你信吗 然后他回答了说 我信 但我信不足 正常的 但他来到主面前 他说 主我没有信心 可是我仍然知道 你是真的爱我的神 求你帮助我 把信心嫁给我 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第一个 我们要破除的 是怀疑 不信上帝 第二个呢 是骄傲 倚靠自己 在创世纪的第十六章二节 撒来对亚伯兰说 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 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 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 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 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 然后撒来就是撒拉 那我们都知道 他们的应许子 什么时候几岁才生出来的 考一考大家 创世纪有没有看 请问亚伯拉罕几岁的时候得了孩子 他跟他老婆 要提示吗 他跟他老婆差十岁吧 我记得 对 所以一个是一百 然后他老婆是几岁 就是好的 很好 数学很好 如果我有讲错没关系 大家反正回去自己翻圣经 自己一定要读 牧师会不会讲错 绝对会讲错 因为我们东西也很多 他这么晚才生 这个神所应许的孩子 所以在这等待的过程 等很久 现在有些人去看不愿干嘛 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十年都是折腾 他到九十一百 他生多久 等多久 所以也许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靠主得胜 不愿意靠主得胜 是我觉得我要神造我的方法 所以他没动手 我来动手 会不会其实在你的生命当中 也会这样 甚至特别有一些 可能是服侍神的人 我知道神要我服侍 但是我不愿意等候 我常常都走在神的前面 我用我的方法 我觉得我要这样做 因为我祷告了 你没说话 我祷告了 你还没有做 这其实都是我们内在的那种骄傲 你可能觉得 潜意识里面就 祝我比你还行 而且反正你讲话 我赶快帮你 你说我以后会怎样 所以我就赶快帮你 我赶快进到那里去 不 神有祂的方法 神有祂的时间 虽然有时候我们都看不懂 但我们看不懂也是正常的 因为神可以看全部全貌 我们常常只能看 一个片段 所以我们因为看得不完全 所以我们常常会有一些 自己的想法和以为 但神祂看的是全貌 祂知道怎么样最适合我们 所以在这一个里面 我们无法靠主得胜 有些人也常常会跟我说 我有祷告啊 但我觉得神都没有跟我说话 我有祷告啊 但神都没有成就 我都会访问他们一件事情 那你要祂成就什么 你要祂跟你说什么 那通常会这样讲的人 他都啪啪啪啪已经想好 神要这样说那样说这样这样 然后他的成就步骤一要这样 步骤二要这样 步骤三啊 步骤四步骤五啊 这样这件事就成了 我说那你做就好了 记得祂是神 不是阿拉丁神灯的阿拉丁 阿拉丁会听你的 但我们跟神是我们听神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靠主得胜 也许你已经进入到抓紧神了 你要相信了 所以你祷告了 但是呢 你还是选择用你自己的方法 当你一没有看见你所祷告的 好像照你的那个方向走 我那时候很喜欢看一个叫做 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一部电影 叫王牌天神 有哦 然后是王牌天神二 我记得那个人他就是被神呼召 他本来是国会议员 反正是等于是现代的挪雅的概念 反正做了一堆蠢事也很尴尬 然后搞得全家 反正全家就跟着他 因为全世界就很像那时候的挪雅 全世界人都在嘲笑这一个家庭 然后呢 然后但是他们却因为爸爸领受了神 所以就带着家人们一起来建造方舟这样 那那个时候呢 王牌天神里面的上帝 就是那个一个黑人演员演的嘛 然后他就来跟他们对话的时候 我还记得那个女主角就跟他说 那女主角说 神啊你为什么要让我老公变成这样 这样他好奇怪哦 这样 然后他就跟他说 你还记得你向我祷告什么吗 他说你希望你们家人的关系更加的紧密 然后因为这个男主角原本是一个国会的议员都很忙 没空跟孩子在一起 也没空跟家人相处 但是因为他领受了这个建造方舟这件事 他也没有想要跟他其他人在一起 然后只有家人愿意彼此支持扶持他 所以他长时间的就跟家人在一起 所以神用他的方法 让这个女主角的祷告被回应了 可是他当下并没有看见 他还说你让我老公变得好奇怪 你是奇怪的上帝 让上帝说没有我在回应的祷告 因为你希望你们的家人更加的紧密在一起 你看现在是不是只有你们整家人在一起 因为没有人要跟你们一起建造方舟啊 他就是 当然我是很简化的那一个要自己看 其实这当中有很多的 就是神有他的方法 你要相信的是神的方法 绝对比你的方法好 不是你笨 也不是你不OK 也不是你怎样 而是神看的是全貌 而且神他爱你 他够认识你 他够了解你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如果要依靠神 第一个除掉怀疑的态度 第二个除掉要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也许不容易 我知道有些人天然的性格是 我习惯要控制 不要讲控制那么的 我习惯要知道下一步要干嘛 你知道跟随神有一件很特别的事 就是你常常都不知道下一步要干嘛 所以主才会说 在大卫诗篇里说 神是我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这个我非常 我以前不太懂 但有一次我去云南宣教的时候 我完全的明白和了解 那一次我去云南 然后我被派到一个大山上面去宣教 那我们就是内地是比较有管制的 所以我们其实是会被抓 身份有一点点危险的 所以我们在很偏远很偏远的山上 然后我们就住的房屋 旁边就是玉米 稻谷这些 就是很乡村这样子 然后呢 我去的时候发现他没有厕所 我就问他们说 那我要上厕所 要去哪里上 随便那个地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我们村庄有盖一个教会 教会里面有 不然我们就带你去那一个也可以 好了 我半夜想上厕 没有到很半夜 就晚了 想要上厕所 他们说 好 那我们带你去 然后农村没有路灯 什么都没有 非常非常非常暗 他说 你一定要让我签好 我说我可以自己走 不是啦 因为很暗 只有我手上的这个灯 然后你今天上来的时候 你没有发现我们的路都小小条的吗 我说对啊 而且旁边就是那个梯田 那个掉下去应该还好吧 没有啊 我们昨天才死人而已 就是所以你一定要跟紧我 你要拉好我 那个路反正你也看不到 你要是没拉好我 你就再见了 我说 于是我怀着一个忐忑的心牵着他 然后是真的什么都看不到 你知道那种多么的恐慌吗 然后他的灯就只围络到可以照我们两个脚前而已 然后那一天我突然间领悟到什么叫做我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就只有脚前的那一个哦 我们每走才有再一点光 我们每走才有再一点光 而我完全不知道我还要走多久 我也不知道我会走到哪里去 我只能跟着我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其实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恐惧 因为我也是一个很需要知道下一步在干嘛的人 但当我认识神之后 我觉得人生很长 我下一步都不知道我干嘛 或者我下一步想干嘛 下一步就会被打转弯 后来我现在已经呈现出一种办法 不是 我先学习 依靠就是我先不要想 我来观看 我才发现其实跟着神也蛮像在游乐园的 因为处处都有惊喜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转角 下一步你会经历到什么样的一个奇妙 但是你只需要知道一件事就是神他爱你 你相信一个爱你的人绝对不会让你走歪路 绝对不会让你掉下去 所以我回过头来 第二个就是要丢掉那个骄傲依靠自己的态度 最后一个就是摆浪放弃自己 其实就是一种没有盼望 然后甚至是很多时候很快就会先选择放弃 对自己对人对世界都是这样 或者就是把那个困难看得非常的大 然后他就会变成这样 在《民宿记》第13章的32到33节 就是这一段经文其实在描述 那时候摩西派了12个探子 然后去观看神要给他们的迦南美地 他们去了的确非常的美好 因为他们就有说那个葡萄一颗葡萄就是一颗头这么大 你可以想象吗 因为一串葡萄是两个人扛回来的 所以他的一颗 就是我们吃的那一颗 就是你脸这么大一颗 哇 感觉重什么就是很大很肥美 但是呢他们的人也长得非常的高大 于是呢12个探子里面只有两个探子 说不要怕我们上去一定可以 因为神已经说那地是我们的 就是迦勒和约书亚 而另外的十个探子讲什么呢 他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 是吞吃居民之地 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声量高大 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诈蒙一样 据他们看他们看我们也像诈蒙 他让问题大到比神还要大 所以呢他看见的是那个恐惧 他看见的是那个不可能 他看见的是那我直接放弃比较快 可是他却忘记了这一群人也看过 红海分开 这群人他也看过云柱火柱 这群人也经历过磐石出水 但是一旦问题一来 他们肿难问题比较大 而不是看见神比较大 下一张 这一张是我去年在美国的时候 我从那个叫什么 这是什么 飞机火车 飞机 我顿时 我从飞机这样照出去的 我想先问一下你们 从我的这个角度看 是我的窗户比较大 还是外面的路灯比较大 窗户比较大 那可见路灯可以放到飞机上来 不行对不对 因为其实上次路灯比较大 所以我想要用这个来提醒你们一件事情 当你选择是从窗户这样看 但是窗户比较大 意思就是 当你每次当问题出现的时候 你先选择看问题 那问题当然是比较大 神看的就小小的一个 可是如果你站在神的角度 你学习与神站在一起 你用神来看 神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但这一定会挑战到一件事就是 那我有真的相信他吗 而这个相信其实也是靠着你 一次一次的小信心累积起来的 所以当 当这些以色列人 他说他们看自己为诈猛的时候 他们却忽略了 他们曾经经历过这么大的神迹 红海分开算大神迹吧 如果现在你们真实的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都是经历过红海分开的人 你觉得现在神要你去为一个瞎眼的祷告 然后他能看见你敢不敢 超敢的 而且你一定会觉得一定会好 因为我红海都 神红海都能分开了 那瞎眼的算什么 所以你生命的信心的累积 我刚刚有提到 我们会怀疑是正常的 但你也在从每一件小事上面 去累积对神的一个信号 所以回过头来 这些人他明明看见了这一切 但是每次当问题一来 他总是放大问题 他总是只看问题 他却没有来看见 那位在问题之上的神 的确生命中有非常多 很大很困难的事 我并不是说 我们一直看神 我们的问题变得超小 我接下来都什么人生大事 都piece of cake 没有 是不容易的 但你可以学习去求主帮助我 选择用他的眼光 来看待我现在所经历的 每一件大小关卡 是不容易 靠主得胜这件事情 说得很容易 但你需要让你声明真实的去经历 你就必须要不断的去突破怀疑 突破我习惯掌控 突破我容易让问题显得大 这些其实我们都是可以有意识到的 但是你意识到之后 你的下一步是什么 你的下一步是什么 就才会是个关键 你的下一步是我继续这样 反正我过去也是这样活过来的 而且通常当我们选择要改变跟突破的时候 你会觉得比较难 但事实上真的有这么难吗 如果你真实经历过的 你会发现其实突破之后 其实还蛮简单的 但我们总是在前面 一样的把问题放大 把困难变大 把改变这件事很难 很不舒服变大 包含面对我们性格中的老我 不容易 我就是爱生气 没办法 我怎么样我要先怒一波 不然呢 我直接会滥杀无辜 把周围的人都杀掉 但认识神的大家 今天没有新朋友嘛 刚刚大家都是新朋友 你有经历过神 可以帮助你去改变你的个性吗 那个从小带来的个性吗 可能没有到百分之百完全 那是不是开始有一些的不一样 那我生命中很大的经历 就是我其实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人 所以我有忧郁症 那些神我也靠足胜过 但是我的胜过不是一次胜过 你知道负面的思想意念 它不是一次改完 我整个就变成正面 没有我东西一来 我一定还是先负面的 我通常就是那种 比如说如果今天 今天一出门 我对于我这个人的眼皮跳 我很容易被影响 然后呢 以前不知道谁就会跟我讲说 这个是喜怒哀乐这样 所以我眼皮跳 我想说今天是哀 今天是怒 死定了我今天一定很怒 我就很常被这个东西给捆住 后来呢 我就说主你一定要帮助我断开这个 谁规定一定要这样 我的人生难道被我的眼皮给主宰吗 眼皮算个什么东东 但是就表示我每一天都会 而且我眼皮真的很常跳 没事呢 重点是哦 喜怒哀乐四个对不对 我总是跳怒跟哀 其他两个都不跳 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 后来呢我就自己全部就 我就说那我不管 我每个都洗洗洗洗 我也可以这样 我每个都是乐乐乐乐 就我要跟 当然我不是用这个来那个 我是提醒我自己一旦 这个东西一来 我要让它 它就是个眼皮跳 它不能眼皮跳吗 我今天哭了比较久 它就眼皮跳很正常 我为什么要让这些的东西 负面的意念进到我的生命当中呢 但是它是我每一天需要去 得胜的靠着主的 而我不要觉得说 如果我今天真的因为跳了 然后我今天遇到一个怒的事 或哀的事 我就说主你看 你都没有保护我 你都没有爱我 可是我可以回到主的面前说 那主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我要怎么在这件事上 可以靠着你得胜 靠着主得胜 是经历到与他的同在 而得胜不是只是这件事情被改变 得胜不是只是这一件 我想我们也去了解一下 得胜这意涵 在世界的观念里面 如果今天我说我得胜有余 那就是我贫穷变富足 我疾病得健康 然后我所有的负面都完全摆向正面 但是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 在这一切事上 那这一切事上 我刚刚有说到四点 是哪四种事 第一个是谁抵挡我们 所以可能我遇到一些抵挡的事 第二件事情是控告 我可能遇到别人的控告 自己的控告 定罪 控告定罪 好像那些罪疚感在我的里面 再来就是与基督的爱隔绝 其实这些四个在我们生命当中 可能用各种事情来呈现 让我们会经历到抵挡 经历到控告 定律到与神隔绝 可是那个其实就是撒旦的计谋 他就是要透过这所有的困难 患难让我们跟神分离 所以所谓的得胜呢 他不是只是 狭义的 所以我接下来靠主得胜 一个基督徒的生命 就是接下来 我是遇到所有的困难 我都迎刃而起 因为我是靠主得胜的一个人 得胜 他最大的一个关键和意涵是 这些事 能不能让我不失去 对神的盼望和信心和爱 并且靠着主站立的稳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一个得胜 我们不是要传递一个说 所以来大家都要信主 你看你今天信主之后 你的业绩抢抢棍 但我不是说 那所以以后我这样祷告主也没有用 你要跳脱只有抢抢棍这件事情 你要跳脱我只能 都遇到好事才叫神爱我 这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 你信不信神 反正你都人生就是有别人的罪 有自己的罪所带来的后果 这是一定都会有的 不然有时候 有些人在路上被酒驾撞到的时候 他是怎样 他是坏人 所以他就被撞到 所以他比较衰 他比较怎样吗 就是会有别人的罪 跟自己的罪所产生的后果 但是这些事都为了帮助 但是这些事 什么叫做我们能靠主得胜 不是只是求得医治 求我们可以脱离这些的苦难 更重要的是 主我仍然信靠祢 是因着祢的爱 这里其实我们刚刚的那一段经文里面 我要稍微再让他 这里说 他说靠着爱我们的主 靠着在原文还有经过的意思 所以你得胜并不是靠自己的努力 是当你经过 当你在神的爱里面的时候 你会看见这件事的全貌以外 你能在这件事上得胜有余跟战力的吻 所以这是要帮助我们来经历一件事情 我靠主得胜 是要活出一个与神连结的生命 当我与神连结了 那么不管是疾病 不管是贫穷 不管是你所遇到的困难 或者你所现在遇到的 可能是关系的一个破裂 或者是任何的事物 你怎么样在这里 看见神要让你去经过这些事情 并且这些不会成为打击你的人生 跟打击你跟神这间关系的事件 而是可以帮助你 在你靠着神得胜有余 是跟神的关系更加的紧密连结在一起 所以我们要去理解那个得胜的意涵 否则很多常常会在一些祷告的事上 发现事情没有改变 发现事情没有成就 于是他就失落了这所有的一切 他就觉得那神你不是真的 你是假的 在我生命里头 这是我大概差不多十年前 一个很真实的经历 它让我更加明白什么叫做得胜 什么叫做神的一个带领 大概十多年前的时候 我那时候反正在士林领阳堂 然后我们每一个礼拜都有带小朋友 主日学这样 然后那时候快临近复活节 然后这时候呢 大概复活节的前两周 我得知我在基督书院的一个同学 他嫁给学长 然后他们回来台湾就医 因为学长 他们才结婚一年 然后学长就检查出是肛癌末期 于是就回来到那时候在龙肿就医 那因为我跟他们关系很不错 他们之前在美国 所以回来之后我就一直在士林 我很方便我就很常去看他 我每次去看他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看到的真的不是一个病人 其实他的脸色各部分是不OK的 因为检查就做了已经是末期这样 身体非常的虚弱 但是呢每次来他就说小米来了 我跟你说我今天祷告神 有一段很棒的经文 我想要祝福你 因为你现在是神的仆人 所以我想要来帮助 来让你更加 就是我想要祝福你所做的这样 他每次都跟我分享 不然就唱诗歌还弹吉他 已经够 身体也很微弱 然后他就还在那边弹吉他 然后唱诗歌给我 甚至跟美国的教会连线 他们为他祷告 他看起来其实是很喜乐的 当然反光我同学就是 他是因为学长才信主的 所以他都在旁边默默掉泪这样 但学长也总是会鼓励他 甚至我真的每次去看他 都是我被激励的出来 我想说到底谁来看谁啊这样 然后那时候又快要复活节了 我记得我那一次就带 儿童主义学两堂的小朋友 我们就做一个复活 气球的一个那个什么 那个叫装扮比赛 然后我们有两堂 我们一堂大概一百个孩子 两百个孩子这样 然后呢我们就分了好几组 然后每一堂都会选出一颗气球 装扮的最漂亮这样 然后那时候我就跟孩子们 分享了学长的故事 然后呢就有小朋友说 那老师我们可不可以把 我们第一名的 你就把那个气球送给学长 我们宣告耶稣是使他复活的身 所以呢他要病的医治 我们要一起来经历这个神迹 是小朋友讲的哦 我心里想说哇 这么有信心 我教得好啊 没有啊 于是我就哇我们就很认真哦 然后然后就 把那个气球 我就突然间里面也非常突然间 很有信心觉得 神 你是使我们要经历神迹的主 你是复活的主 我们要一起来经历你 在人看来是不能的 但在胜利凡事都能 哇于是那个复活节的那个比赛结束 我就带了两颗气球 第一堂第二堂一颗 然后就拿来学长 学长好开心哦 还特别跟我分享说 谢谢这些小朋友的礼物这样子 然后我就等着想说 下一周就有美好的消息传来了 然后我们要一起共同来经历这个大神机 然后我们的儿童牧区就会复兴啊 然后什么什么我就已经开始想哇塞 我们接下来会开始写各式各样的见证 因为神怎么使他经历复活大能啊这样 但其实气球给完的隔两天 我就收到一个信息 就是学长过世 然后那时候那个礼拜天 我还要讲跟小朋友分享故事 然后我就想说主啊 这信息也不是我跟你求的啊 是小朋友说 然后我也真的就觉得嗯就是这样子 可是怎么气球两天就给了之后你没有 那我礼拜天要怎么跟孩子们分享 我突然间觉得我无法站在台上讲故事 我只能祷告一件事说主啊 不要让小孩问我任何有关学长的事 因为我除了情绪有点悲伤以外 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分享 我好像祷告没有成就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没有经历得胜 我不知道怎么跟孩子们分享 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 我整个信仰有一点处于一种 快崩塌也没有那种 就是我其实是蛮混乱的 然后礼拜天我就跟孩子分享 我就装得很开心 其实我心里很难过 然后我心里默默地说不要问 不要问 绝对不要有人问 不要问 但还是问 你知道小朋友吗 就很举手了 老师 那个气球送了之后 学长是不是病就好了 然后就经历了复活大能啊 我在台湾我讲不出话来 然后我就默默掉两滴眼泪 我说学长去天堂了 然后我接下来就想怎么办 我已经不知道怎么讲了 我不知道怎么圆 也不能说圆 我觉得那个时候 我变成这种信仰一个挑战这样 我甚至觉得说 主你应该是假的 我大概教完这堂课 我先去辞掉那个儿童主学校长 我想一想还要不要 但这时候又另外一个孩子举手了 他说老师你不要哭 然后他就说 我觉得上帝很爱你的学长 因为太爱你了 太爱你学长了 所以他先把他接走 这样他就不用再生病 再苦痛里面了 而小美老师你不是告诉我们 最后我们都会复活吗 那我们就可以一起跟学长相见 我们就可以知道 他拿到那颗气球 是不是很开心 然后其他小朋友就说 对啊对啊对啊老师 那我们也一起为他祷告 然后我们希望我们将来 可以在天上见那个叔叔 这样 我突然间发现 一件事情 我好像错解了 得色的意涵 因为在这件事上 孩子们跟神更近 并没有更远 而且是他们拉着我 来经历神 是他们告诉我 老师他将来一定会复活 但是现在因为上帝太爱他了 所以先让他先被接走 就不用再生病了 生病很辛苦 我以为的得胜 跟神认为的得胜 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件事 并没有拦住孩子们 来更认识神 这件事也因着孩子们的回应 带领我更加的明白 什么叫做神的爱 虽然当下我真的是处于一种 当机的一种状态 我错解了 什么叫做得胜有余 我错解了 什么叫做祷告 听祷告这件事情 甚至其实有时候神 在我祷告的时候 他这件事不通 其实也代表着 他已经回应了 就是这件事不OK的意思 但因为我们常常都觉得 没有我们的生命 打案里面 没有不OK这件事 所以你就会说 神没有回应你 其实有啊 神回应的啊 这件事你说到那样 不OK 但 这是你取决于 你跟神有多加的靠近 你有多认识祂 你有多真的知道 那是为爱你的神 以至于才会说 我们 以至于才会说 等一下 下一页 我外面需要去 再一页 以至于才会说什么 罗马书八章三十节告诉我们说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事上 已经得胜有余了 这位主是 爱我们的主 而且已经得胜有余 是他早就得胜了 他在十字架 他在两千年前 他定在十字架上 他已胜过死亡 胜过疾病 胜过羞辱 胜过 所有的这一切的负面 罪恶 他已经得胜了 所以当我们在他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得胜了 只是你要用神的眼光来看 去经历他 而当你越发地去经历神 去爱神 去享受他的爱 你就能经历到 其实生命中的每一个大小难处 你都不是一个人 是神在带领的 所以让我们选择 爱里没有惧怕 更多的来信任神的爱 在你生命中的困难里头 去相信他不会害你 去相信他没有那么想要整你 有时候我们会对着老天 说你是在整我吗 塞事一件接一件 他如果想整你 他直接整你就好了 你知道定十字架有多痛吗 你可以拿钉子定自己的手看看 如果他要经历这一切的磨难 只为了拯救我们的生命 然后最后还要整你 那他应该蛮有病的 你至少不会这样做吧 你今天付上你很大的代价 去救你的朋友 去救你的家人 然后最后 然后最后你其实只是为了要整他 让他觉得过得不好 那你前面付的代价是什么 所以我现在常常当我在怀疑的时候 或者当我觉得 为什么是我要经历这一切 为什么我在一个苦难当中 我都会选择去看十字架 因为他再次让我坚定 神与我之间的爱 而第二个部分 无论如何让我们不要放弃 就算你怀疑 就算你觉得很苦 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觉得这一整个第八章非常的宝贵 他在第二十六节说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替我们的祷告 有时候你苦到你连祷告都无法 但这里告诉我们什么 神亲自替我们的祷告 用祂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的祷告 而最后一个 天助自助自己的努力也很重要 不是叫我们要努力倚靠 不是要叫我们努力去行动或什么 而是我们要起来 不要放弃 我要选择抓紧我的神 因为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 也告诉我们马是为打仗之地预备的 得胜乃在乎耶尔华 你虽然都是神成就这一切 但我们能做的就是抓紧我们的主 你坐在那里 你躺在那里 然后你只是在那边哀求 那你什么都还是不会有 你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起来抓紧他 也许有些人你现在就在一个 你生命的一个困境里面 或者你很想有一个得胜的性格生活 也许你的生活其实 你很知道这个不是神所喜悦的 但是你无法去突破 你甚至觉得我就是这样 那或者有些人你在一个困境的里头 你觉得这个困境还要多久 十年了 二十年了 三十年了 你的家 你的某一些关系 你的某些的挑战困难 或者你自己的限制 这都是有可能的 但我们今天选择一件事情 主我要靠着你得胜 而那个得胜不再是我定义的得胜 不是只是这些解决叫做得胜 而是我能跟你 关系更加的亲密 并且靠着你 我开始在这些困难当中占你的稳 我不会被这些东西所影响 变着消极 变着放弃 变着愤怒 而是我可以起来说主 带领我的生命 与你更加的连结 带领我 让我亲近你 与你同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